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灵修是我们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好方法 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每天都能够来坚持灵修 借着灵修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约伯记第十五章一到十六节 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 用东风充满赌妇呢 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你是废弃敬畏的义 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 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 你自己的口定已有罪并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 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你曾听见神的秘址吗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这里有白法的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 你以为太小吗 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 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 使你的灵反对神 也任你的口发着言语 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 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 神不信靠祂的众圣者 在祂眼前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污秽可增 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约伯纪十五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一到六节 在这段经文当中 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 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讨论 并且在第二回的讨论中 三个朋友的态度更加的鲁莽 充满了责备的口气 那第一个开始讲话的人 依然是提慢人以立法 我们先来看十五章一到二节 提慢人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 用东风充满肚腐呢 提慢人以立法开口就否认了约伯 说他乃是用虚空的知识 回答他们的指责 东风也指的是有危害的风 说约伯肚子里面的知识 都是有害的 以立法的口气和四章那里 一开始第一次相对温柔的口吻 来劝慰约伯相比呢 此时以立法的口气已经不是在安慰 而是为了袒护自己的想法 并且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来极力否认约伯 在接下来的三到六节当中 都是在否定约伯 指出他的罪 我们来看三到六节 他岂可用无义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 你是废弃敬畏的义 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 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 你选用讹诈人的舌头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以立法说约伯讲的都是无义的话 没有敬虔的心 舌头是诡诈的 认为约伯讲的话都是错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回的讨论 已经不是以安慰和帮助为目的了 而就是要争辩 那争辩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约伯 也不是为了帮助约伯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这是我们在主里面要小心的 很多时候在我们和别人的交谈当中 我们和别人的谈话 并不是为了了解别人的想法 也不是为了理解对方 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坚持的得以认可 只是为了让别人可以说我的对 但各位知道吗 这样的谈话不是真正的沟通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讲话 那么必然会带来的结果就是敌意和争吵 其实将自己的想法绝对化是一种骄傲 神不希望我们和别人去争吵 我们对了又如何呢 若是不能给对方带来安慰 我们不能将对方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讲得再对 再有道理又能怎么样呢 福音也是如此 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福音是神的大能 神希望我们能够因着顺服神的带领 而拥有得胜的能力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别人的都是错的 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去悔改 福音不是讲对错 福音不是用来定别人的罪 福音是拯救人的福音 虽然有关真理的知识 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但是在生活里 在我们和别人的对话当中 如何能够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 如何能够让我们得着圣灵 随时的指教 去安慰和教导别人 才是我们更加应该去追求和学习的 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不论断 不争辩的心 以爱心和福音的能力 来祝福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七到十六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七到九节 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 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 你曾听见神的秘址吗 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 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 在以利法的眼中 约伯是骄傲的 为此以利法举了头一个被生的人的例子 头一个被生的指的就是亚当 以利法在说 难道亚当不在你之先吗 你有从神那里领受神特别的启示吗 有什么是你知道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吗 以利法这一连串的发问 其实就是想让约伯闭嘴 虽然以利法认为约伯是骄傲的 但是他自己的话 更显示出他的傲慢和无礼 在接下来第十节那里 以利法说 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 比你父亲还老 以利法以年龄来判断约伯 认为年纪老的就一定比约伯更明白真理 其实以利法所说的这些话和论据 都是经验性的 都不是绝对的 以利法没有从神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 帮助约伯来查验神的心意 他完全的乃是为了攻击约伯而讲话 虽然以利法讲的话 看似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在十三节那里 以利法更是指责约伯说 使你的灵反对神 你也认你的口发这言语 以利法论断约伯到一个地步 他认为约伯灵魂是背逆神的 这已经是完全的论断了 以利法此时已经完全被自己的情绪和不舒服的感情 以及他的骄傲所掌控 对于我们读过整篇约伯记的人来说 我们都知道 以利法的想法和判断都是错的 对于此时的约伯来讲 他需要的是朋友的安慰和鼓励 而不是硕教 但是以利法却不能考虑约伯实际的处境 给约伯带来心灵上的安慰和鼠灵上的恢复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认为我们讲的都是对的 但是却没有考虑对方的处境和需要 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 看似我们说的是对的 但实际上不仅是错的 还给对方带来更大的伤害了 愿神怜悯我们 这其实都是我们自以为意的地方 特别当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了一点 在教会待了久一点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时 就给别人上课 好像自己什么都懂了似的 但其实这反而让我们成为别人 在信仰上的绊脚石 我们要看到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 也要尊重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表 当我们以为自己都对的那一瞬间 很可能就已经在心里开始了论断 在主里 重要的不是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重要的是让神的荣耀得着彰显 愿神祝福我们 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 成为真正有智慧的 神所使用的仆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主感谢你赐给我们 约伯记这样宝贵的话语 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通过 这样的对话 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 求主来怜悯我们 也赐给我们当得的各种各样的智慧 感谢神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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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